超过不了三十个人 二十个人 这一厢清真寺 星期五祖麻最少三千人到五千人 满马路上都扑上行 我们的照片可能看到很多 而且他们尽量找放在交通的地方 所以警察也没那么干涉 他怎么样 他在法律上 宪法上还有保护信仰 自由 所以他们就容纳不了 在宗教上也有差异 觉得你们穆斯林太落后 不知道享受生活 不知道抛弃信仰 西方学者们一直以来 一直在各种文章 论文当中宣传 向穆斯林世界宣传 你们需要一个马丁路德 就是传统的天主教 在十四世纪 德国出来一个神父 对传统的天主教的各种约束进行改革 所以配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现代经济 社会 制度 政府的需要 改革适应现代宗教 所以你们需要这么一个人 可是他们这种宣传 他们宣传至少有一百年 没有一个伊斯兰学者 想应的 想应的也有 让他们很失望 我们是需要以时俱进 需要发展 我们更真爱 更普及伊斯兰 基督教现在在美国算是比较有信仰的 在从欧洲相比 美国信仰基督教的人 进教堂的人相对的多一点 但是大部分美国人现在的选择是 Do what I want 这种信仰 他们公开就这么说 而且穆斯就这么宣传 根据你的心意 宗教是个人的自由 你想怎么行做就怎么做 所以 他宗教的衰败 不光是表现在 他宗礼拜的人生 而整个宗教文化的衰败 所以跟穆斯林相对来说 这个 成为显然的对照 这是 反过来 由于穆斯林坚持自己的信仰 比如说 法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民意调查 发现在法国的 数百万 八百万 六百万 我就没有确定的数字 穆斯林当中 坚持 每个星期离祖麻的占75%以上 3月里 坚持把灾的占到87% 所以他们感到很吃惊 这么高 而且 法国和英国的穆斯林 都在那里有 四五十年 五六十年历史 他们去的比较早 现在是第二代第三代 在那里出生的 在那里受教育的 法语说得很流利 家乡话都忘记了 这样的七年穆斯林 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就像我们这两天 在香港这两个清真是礼拜一样 早上去离榜大都是巴基斯坦 而且你几个人都是 在这里二十年了 一看他岁数不大 几岁就来了 他不因为离开了家乡 到了非穆斯林的环境 他信仰改变 所以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让西方人感到很不愉快 他们的不愉快 反过来 就是对穆斯林的存在 这种压力 一种心理上的 一种文化上的 不喜欢辨误 他提不到其实辨误 让你感觉冷眼 那你感觉这种人不是生非在这里 这是第一个出书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个穆斯林在西方社会发现了 一种新一种过去不可思议的社会 一切为了个人主义 个人享受 没有道德体现 整个社会的活动 从政府到学教育 到整个市场 一切地方 人人都为了个人的利益在奔忙 而穆斯林所教育我们的 伊斯兰姆教育我们 全世界的穆斯林 我们一切都要有善良的体力 我为了一个好的目的做这件事 这是截然不同的文化 在西方社会 以鼓励个人主义 个人利益 我的动机就是要 不这手段的赚钱 把钱赚到为故事 所以这里面就要产生很多的 腐败 欺大 不这手段 不可呼济后 我做的东西只要是卖钱 你拿去杀人也好 你吸毒也好 你破坏家庭也好 你杀人放火 我都不管 我只要我赚到钱 我只要不 他西方人的概念里面 只受法律的约束 不必要越过法律的界限 进监狱 我就敢做 至于道德问题 跟我无关 这跟伊斯兰文化 勋讨和教育的牧师的观念 从本质上都不一样 这件事不好 尽管这些事情一做出来 对大家好处不大 但是它的动机 它不能伤害你 这是伊斯兰的基本观念 我们贵圣人留下的圣经数千万条 在所有的圣经局里面 都把某一条当作很主要的圣经 一切凭着你的意念 凭着你的主意 你的主意真总会向住你的 但是你的后果由你自己付 基本是这个意思 所以穆斯林的观念 在观念上发现了一个社会 他们经济很发达 商业很繁荣 物质很丰富 但人心都不端正 这种人不好向处 你比如说一个穆斯林 要跟一个当地人去做生意 合作 或者是投资 买一个股票 你发现 他的动机很坏了 我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工作呢 他这个出来的效果 别人死 他这个假冒伪劣 他这个科目拐骗的商品 不能上市 可是西方的朋友 合作伙伴 我们能赚钱就可以了 你管他干的 所以这就发生了思想的冲突 这个西方的观念 除了这个动机方面 还有一个道德的准则问题 西方现在所补吹的人权 他本质上是有问题 在莫斯林看来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的出发点 是维护个人物 他叫做反传统的道德 就是过去他们也有传统 在五百年前 宗教势力强大的时候 他们宗教阅数很大 有些是家庭观念 孝顺父母 为社区服务 心灵不服务 为社会大众多做一些公益事业 他们有这种观念 欧洲的工业革命以后 新的思潮 我觉得是个人物 以人的生理需要 生理的愉快 为选择标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也就是说 人是不是得到自由 他是不是个人愉快 而不计较他对家庭的责任 对社会的责任 对整个社会会造成什么影响 所谓的人保护人权 这是保护个人的肉体上的欲望的满足 而不是对社会的责任 这是一个同伊斯兰的文化 通过另外一个方面 比方说对家庭问题 作为穆斯林 当你是儿女的时候 在家里没有成长 承认了你要尊敬父母 当你有了儿女 有了家庭之后 你对你的儿女 对你的老人 对你的邻居 你都有责任 在你 除了你家庭人员以外 你居住的